2023年会不会有哪些行业会出现报复性增长 我觉得这个话题特别有益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 之所以要说这个话题是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粉丝朋友们 现在马上也过春节了 也不方便出去重新找工作了 而且受三年疫情的一个影响 原来干的一些工作都不能干了 或者说之前曾经从事的那个单位 因为疫情三年扛不住都已经关门或者破产 现在是属于事业在家的一个状态 或者自己本身就是干小买卖的 也是因为疫情的三年撑不下去 自己已经关门卸业了 2023年到底应该干点啥呢 很多人现在是属于无头苍蝇一样 根本摸不着背 找不着任何的一个方向 属于迷茫的这么一个阶段 我们在给很多这个负债的小伙伴 在做咨询的过程当中也是 很多人现在就不知道2023年应该干点啥 因为很多财经大V都说了 2023年的经济不可能会比2022年要好 为啥呢 因为2023年还是我们与病毒共存的一年 这一年我们很多人还有疲于奔命的和这个病毒 去做抗争 所以2023年哪些行业可以干 哪些行业尽量的去躲避 我觉得这个话题特别值得我们去讨论 这期话题我们来讨论一下 我认为的可能在2023年 会出现报复性增长的几个行业 如果你之前从事相关的一些行业 我觉得你可以现在就开始终于布局了 首先第一个我就认为一定是旅游行业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已经因为疫情的原因 在家里被憋了 被封控了三年了 我不知道你们那个地方 有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 基本上我们这个地方这个小城市 属于一百二三十万的一个小城市 这个人口 基本上该养的都养了 第一波基本上该养的都已经养了 就出现了一个什么局面的 这种大型的商超 人头窜动 就好像感觉那个东西 不要钱一样 但是我是说的这种 普通的这种商场和超市 不是指的那种 什么这个就是说 卖房子的售炉处 或者size店 现在已经很多size店走 就已经撑不住 都已经关门了 售炉处现在也是冷冷清清的 老百姓可能是基于马上过春节的 可能有这样一个原因 但是绝对不是主要原因 就是很多老百姓 他在日用品的一些这种消费上 他其实是属于 他有比较大的一个这种需求 所以说很多超市 感觉现在这个生意是比较活爆的 但是奢侈品 他特别是大家 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有一些那种黄金首饰 很多人可能就知道 这两年经济比较动荡 马上进入一个 大萧条的一个时代了 很多人就可以去 他就会考虑去买这个黄金 所以我觉得这些行业 会随着我们慢慢放开以后 这种叫什么 叫报复性增长 商超 更有可能的一个 就是旅游行业了 就有很多人被封了三年以后 他们都想来一场 说走就走的旅行 甚至他们已经都感受到了 因为疫情被封在家里 可能两虎子 和家庭关系的一些 矛盾的一些升级 很多人都想实现那种 说走就走的旅行 给自己的心情放个假 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 所以跟旅游相关的一个行业 包括民宿 包括旅游城市的一些餐饮 我觉得会有一个 爆发性的一个增长 之前我们咨询过的一些粉丝 也是曾经在2019年 疫情还没有爆发的时候 投资过的民宿 或者投资过的酒店 或喜悦 我觉得2023年 有可能会逐渐的回暖 大家不要着急 那么第二个行业 我觉得会出现 报复性增长的一个行业 就是殡葬行业 其实这个行业 在震端时间 已经出现了这种紧急短缺 或者说根本就 供不应求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为啥呢 因为死人太多了 2023年 还是我们普通老百姓 与病毒共存的一年 据疫经的推理的老师 来算2023年的疫情 还不会完全消除 虽然是说大一不过三 但是呢 反正有推理吧 2024年 可能就真正到了龙眼 要立二月份 差不多这个病毒 才能真正的消失 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去 那么2023年这一年 有很多 本来就是年龄 比较大的一些老年人 他们有身体基础病的 现在很多人 就已经开始抗争 在各种SU病房了 所以说他们的这个身体 是抗不住的 还有很多人 因为无视这个 新冠病毒的一个 这种就是危害 他们有可能会抚养 出现一些 可能不可预见的一些 健康危机 所以2023年 这个病葬行业 有可能会是 非常火爆一个行业 它相关联的一些产业 大家可以去设想 可以去联想 第三个 我认为 有可能会拆生那种 爆发性增长的一个行业 就是什么 美容行业 或者养生 为啥 因为2023年 更多人会关注到 健康的重要性 我看着这段时间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刷到 很多人就开始推崇 中医药 中医理论 还有很多人就是 因为这个新冠的问题 伤寒论 因为这个伤寒 说实话就是 这个新冠 它不管它毒株再变异 它终归 终归是一个伤寒病 很多人就开始 推崇中医药的这个理念了 所以可能会有 很多这种养生的一些 这种店 专门提高身体免疫力的 提高抵抗力的 这样的一些行业 它们有可能会出现 一些报复性的增长 为啥 因为有需求 大家已经都意识了 健康的一个重要性了 那包括这个美容行业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女性 她们慢慢的进入离火运 大家应该就经常 看着一经的 可能都知道这个情况 中医的时代 她们又在职场上 视察风云 同时她们对自己 外在的这个形象 也非常的重要 所以说 2023年 逐渐的进入离火运 那么之前的时候 你像在清衣美 微整 这样的一些行业 特别是 怎么说呢 美容健康 养生这方面的一些行业 在2023年 慢慢进入离火运的 这个阶段 会逐渐的越来越旺 我觉得之前 从事这样一些行业的 一些相关工作人员 就可以在2023年 准备开始布局了